沈曼宁 联系者 求求 曼宁 曼宁 你能听要我说话吗 沈曼宁 庄总 不好了 不好了 虽然 方向他们把3D打印机 送到了制作部 但是 门口突然来了好多记者 他们好像是知道了 我们的珠宝 跟国外的著名设计师 有版权纠纷的问题 全都吵着要见林市长 还是要采访您 记者怎么会知道的 那展览还没有开始啊 不知道 一定是有人把消息放了出去 明天就是周一 股市开盘 刘光集团 明明就是说好了展览之后 再做决定的 他们怎么这么迫不及待啊 为了商业竞争 一切都可能做得出来 我先下去看看 能挡的 我就先挡了 可是这些设计 装总放心吧 我已经发给制作部了 我的助手会完成的 我已经发给制作部了 我的助手会完成的 都练不及了 这就不得了 你也不知道 他怎么办 对 你管他 人家说 你管人家说 他 一管你组 我管你 咱们去吧 你管我 去吧 让我们见见你们总裁 或者让我们见一下设计师市长好吗 让我们见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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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蓝海一星第二设计师市长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 尽管问我吧 林母帆设计师 林先生 蓝海是不是在珠宝展上 抄袭了海外设计师的作品 蓝海是不是已经卷进了版权官司 有没有被行业协会拉入黑名单 请告诉我们真相好吗 对不起 你们刚刚所说的一切 全部都是谣言 李先生 李先生 简单说两句 蓝海是不是这样的财务危机 我们蓝海一星 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不要不见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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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看热能不见识的 蓝海出事了 关你们什么事 还想采访庄组 先过了我老大这关再说 还真是个甜妹子 知道我一路辛苦了 卖个冰激凌来 心疼哥哥 袁帅 吃冰激凌 他是冷酷大帅哥 他不吃的 有事 好吃吗 干杯 一两分 李先生 为什么新任董事长 一直没有露面 李先生 能让董事长接受下我们的采访吗 蓝海不能叫也 再财务危机 财务进去 先生 他说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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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なくてもええな こんな病はなくていいね OK xiの問題 足した状態 あなたはきなければ これは何か 何か あなたはいつも ここにあることか 这什么事 找我啊 找我啊 警告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什么事 警告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个好 你个好 警告什么事 警告介绍一下 什么事 怎么了 刘大理到处都是烟 好像是着火了 我刚和几个同事在对仗呢 听到火警就匆匆跑下来 着火了 起楼 应该是制作部那一层 制作部遇到火警 为了保护原料 都会自动上锁的 原 原料应该没有问题 不好了 总裁室就在制作部楼上 装总呢 我 我马上打电话 林先生 着火了 那拉海制作的展品怎么办 方向 切系统 开门 袁帅 跟我走 放开我 你放开我 林先生 你能收拾这个林先生 咱们有真相 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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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小心脚下 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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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点 coûts выпуск的 那是 舞台jan 老大 尼玛锁失灵了 曼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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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听向我说话吗 沈曼宁 袁帅 去找人 曼宁 秒针滴滴答答 转动的每一下 此时此刻 你还好吗 曾在梦醒时候 想起你啊 所有倔强 在一瞬间崩塌 假如放下以前 反复这场冒险 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 回到故事的原点 假如勇敢一些 也许在平行时间 也许在平行时间 我的明天 再次和你相连 我们之间 我在视频 新鲜 新鲜 我才是平